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废物 却不知他随便的抬手一击就能堪比核弹 光是魔法的天赋达到了登峰造极也就算了 可男主就连武术方面都成就了与神笔间的境界 而其真实身份也只有妹妹深血一人知晓吧 然而就是这么牛逼的男主 但是在这所魔法课高校中 他却被人称为杂草 是个没出息的劣等生 而他的妹妹 是个极智慧与美貌与一体的新生代表 是个名副其实的优等生 在这所学校中 只有妹妹知道哥哥是多么无敌的存在 看着被忽视的哥哥 妹妹非常的气愤 决定辞掉新生演讲的众人 但是淡定的哥哥却说 就让我这个没用的哥哥 看看可爱妹妹的风光模样吧 这话让妹妹小脸一红 既然哥哥都这么说了 那我一定要好好表现才行 开学是即将开始 打野走进会场 在这里所有座位都是安排好的 前排的是优等生 而烈等生只能坐在后面 刚刚坐下就遇到一个眼镜妹子 大话说想要坐在旁边 红发妹子也是积极示好 能对烈等生友好的 当然都是烈等生 看着台上发光发亮的妹妹 哥哥感到非常欣慰 在这所培养魔法精英的学院中 有着非常严重的优劣体质 优等生们通常瞧不起烈等生 并称呼他们为杂草 看着主动找烈等生一起吃饭的身血 优等生们赶忙阻止 跟我们一起吧 怎么能跟杂草一起吃饭呢 为了不让妹妹为难 哥哥主动说自己吃饱了 但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放学回家的众人被优等生们拦住 因为看不惯作为优等生的身血 总是跟杂草们混在一起 听着他们羞辱的话语 烈等生们也是实在忍不下去了 大家都是新生 你们又能强到哪里去 这话直接击中了优等生们的要害 跟我叫起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才能的差距 虽然打赢了 但是这更加刺激了优等生们的自尊心 所有人都进入战斗状态 一个女孩想要阻止 慌乱之下程序出错 打野一个眼神瞬间分析出并没有危害 而且这场骚乱 已经引来了学生会长和风纪委员 眼看就要将所有人带走训话 打野淡定地走上前去后脸皮地表示 这只是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期 动静大了些 实在抱歉 看着将所有人招数分析的相当透彻的打野 风纪委员知道此人并不简单 不过理由也算合理 这件事只好做吧 如果生活在一个可以使用魔法的世界 你最想拥有什么技能 是超强的修复能力 在和敌人战斗时顺文修复自己的伤害 回到巅峰状态 还是超强破坏力 不管是任何的物体和人体 都可以瞬间分解消灭 更或者是究极能力起死回生 不管队友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都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美重生 而我们的男主斯波打野 就同时拥有着这些逆天的无敌技能 但也因为身体里有这些强大技能 在随时待机 所以导致了他无法正常使用其他魔法 因此在四叶家族和魔法科高校中 被认定为无能 这天家里打来电话祝贺妹妹升血 但是对哥哥却是只字未提 对于家族里的人对哥哥冷漠的态度 深血非常的愤怒 达野握住妹妹的手 让他冷静下来说道 我是无视爸爸要我去公司帮忙的命令 决定升血的 把这当成是一种器重 你就不会生气了 斯波达野是忍树天花板 九重八云的门徒之一 每天早上都会到寺庙 与门徒和九重八云进行对打训练 已经具备达人级的体数 看到师父这个老色鬼又在调戏深血 达野一个手刀就劈了下去 随即两人就开始了日常的对打训练 回到学校 兄妹俩就被叫到了学生会 学生会长七草真由没想要伸血进入学生会 而封纪委员长杜边摩利 想要达野担任封纪委员 还没等达野拒绝 就遭到了副会长服部的反对 因为从没有杂草担任封纪委员的先例 而且封纪委员要以实力取缔 违反校规的学生 他不认为这个劣等生可以胜任 听到副会长慷慨激昂的言论 达野放弃推辞的想法 主动走上前去说道 要不要跟我来一场模拟战 这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受到劣等生挑战的副会长 更是觉得遭到了侮辱 一行人来到了比赛场地 达野拿出了魔法手枪迎战 副会长看着对面的杂草自信心爆炮 脑海中想象着战斗开始的场景 只要自己先发动魔法 就可以一击将对方击败 让他跪倒在自己面前 杜边看双方都准备好了 宣布比赛开始 他是这所高等魔法学院的劣等生 被人叫做杂草 却在比赛中瞬间战胜了 在学院中有着不败战绩的优等生 而他所使用的武器也不是一般的武器 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天才魔工师 希尔福研发的高性能特化型CED 并且是改造升级版的银足系列 对于魔道具痴迷的小子 看到打野手中的枪两眼放光 就像恶狼看到了兔子 如果他知道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劣等生 就是他口中神秘又伟大的天才工程师 会不会当场膜拜 而打野的身份之所以如此神秘 是因为他的亲生父亲 对他的才能感到羡慕和恐惧 所以进行了打压和架空 正式成为风纪委员的打野 终于来到了总部 看着眼前乱七八糟的房间 打野的洁癖饭了 来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此时外出巡逻的风纪委员回来 看到有新人加入 竟然是个没有徽章的劣等生 但是听说他刚刚打败了副会长福部之后 悠然起劲 毕竟风纪委员靠实力说话 而且在这个部门的人 优劣观念并没有那么强 还是很好相处的 但是麻烦的是 与打野一同进来的新人 竟然是之前找过他麻烦的优等生森齐俊 两人面对面也是相当的尴尬 会议结束后 委员长给两个新人 一人一个新型CAD用来办公 但是打野却要求换成就式的备用CAD 而且一次拿了两台使用 森齐俊叫住了打野说道 一个人是不能同时使用两台CAD发动魔法的 你个列等生装必也要像样点 这话听得打野一脸无奈 在学院中巡逻的打野 看到被各种社团拉扯不停的红毛妹子 随即使用魔法是加速解救了他 两人来到了剑道部看剑道比赛 却刚好看到两架部门在争抢地盘 两人越吵越激动 拔剑就要一决胜负 一个是剑术比赛的冠军 两个高手对决往往一招就能够剑高低 虽然看似平手 但是女生却是攻击到了男生的致命伤 不服输的男生 使用振动系近战魔法化作真剑 朝着女生攻去 你能想象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列等生 竟然在不使用魔法的情况下 就完全压制了高年级的魔法优等生 这让在场的优等生们非常的愤怒 就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列等生 一点颜色瞧瞧 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个列等生的实战能力 几个魔法竞争的正规选手一起出手 竟都被接连制服 从此之后 列等生撕拨打野在魔法高校名声大造 但这也导致了很多不服气的优等生 甲介纷争之名故意用魔法攻击他 麻烦事也是接决而至 这天人生找到了打野 想要他加入非魔法竞技社团 因为在这个魔法泛滥的时代 魔法的高低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因此列等生们遭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他们想要跟现在社团联盟对抗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就在打野还在考虑的时候 学校里发生了示威行动 一部分列等生占据了广播室 来宣传反抗差别待遇 学生会和风济部都守在外面 但是因为没有钥匙 也没有紧急到毁坏公共设施的地步 所以暂时陷入僵局 这时打野拨通了王生的电话 说要跟他谈谈并保证他的人生自由 谁知腹黑的打野直接联合学生会 快速镇压了他们 但是学生会 还是决定给示威的列等生一个谈判的机会 这件事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有人开始在校园内大肆宣传反差别言论 一些带着彩带的学生引起了打野的注意 夜晚剑道部的主将找到了人生 将他带到了一个破楼中 里面是社会上反魔法组织的成员 他们给每个人分发一个戒指 等待明天研讨会的结果 第二天 在废除校园不公平待遇的公开研讨会上 学生会和示威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因为学生会长七草真有美的精彩演讲 打动了在座的优等生和劣等生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次事件完美结束的时候 却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一群反魔法的恐怖分子攻入校园内 虽然被委员长轻松解决掉 但是危险才刚刚开始 社会上的反魔法组织入侵魔法高校 校园内陷入一片乱战之中 在雷欧的掩护下 打野正在赶往图书馆 因为恐怖分子的目的是 盗取图书馆内的魔法资料 只见打野闭上眼睛 瞬间感受到了整栋图书馆的结构 和恐怖分子的位置 这挂开得让精心埋伏的对手吐血 也让队友直呼信好事有军啊 一群高喊废除魔法 导致差别待遇的有志之士 竟然对着魔法研究的最先进资料 露出贪婪的嘴脸 这不禁让王生 对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产生疑惑 突然阅览式的大门整个掉了下来 打野和深血闪亮登场 打野使用引足 将敌人的盗取装备瞬间瓦解 恐怖分子恼羞成怒 就要朝着打野开枪 手掌却被瞬间冰冻痛苦倒地 深血浑身包围着冷气说道 我是不会放过任何 对兄长大人有恶意的行为的 这是人生却崩溃的喊道 想要废除差别待遇 这错了吗 打野你也是吧 肯定经常拿来跟优秀的妹妹做比较吧 肯定接受过不合理的回忆 深血打断她说道 我是绝对不会瞧不起兄长大人 虽然会有很多人重伤或者蔑视兄长 但是我会永远爱着她 而只也会有很多人认可兄长大人的魅力 难道你身边没有认同你的人吗 兄长大人就很认同你啊 结果最瞧不起你的是你自己 深血的话让王生陷入深思 入侵校园的恐怖分子都被制服 王生也交代了 自意是被剑道部的主将蛊惑 才被带去的反魔法组织 自己的生活周围变成恐怖分子的目标 打野并不打算就这么结束这件事情 他打算独自一人 去捣毁反魔法组织的老巢 这时深血也要一起去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愿意一起去 随着雷欧一声嘶吼 整辆车被魔法强化包围 直接冲进了敌人的老巢 进入内部的打野一招赶支 瞬间将敌人的老巢结构 和埋伏计划了然于胸 但他并不害怕 因为这些小埋伏 对于经历过战场的战略及魔法师来说 实在是小儿科 打野带着深血淡定地走了进去 终于见到了这片反魔法组织的头头 看着莫名自信的打野 组织头头忍不住笑的前仰后合 根本没有把两个学生放在眼里 但他还是对打野的能力很感兴趣 想邀请打野加入组织 但是打野根本不吃这套 于是他抬手扔掉眼镜吸引注意力 嘴里大喊着撕拨打野成为我的同伴了 同时眼睛里放出了红色的光波 将打野包围 就在他正得意识 打野却淡定地将他的把戏 分析得相当透彻 原来他是想干扰对方的意识 将对方催眠 学院里参与示威的学生 就是这样被诱导的 被识破的头头 意识到对方可能不是一般人 慌乱地让手下赶快射击 谁知打野只是轻轻抬手 就让所有的武器瞬间变成了零件 偷偷被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 伸血让哥哥先去追 剩下的人他来处理 打野慢悠悠地走过去无人赶来 一个不怕死的拿着刀朝打野工去 被伸血一抬手将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棍 摔下去乒乓作响吓坏了众人 这时打野不忘回头嘱咐一下 稍微教训一下就好 不要弄脏了你的手 面对兄长伸血甜美地答应着 兄长一走就瞬间变了一张脸 打野将敌人的武器全部分解 走投无路地偷偷使出最后的绝招 那就是演算干扰 这对魔法师来说 是封住力量的致命招数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打野的魔法含量极低 是个劣等生 而且他也根本不靠魔法取胜 看着在演算干扰下行动自如的打野 偷偷知道自己的命数到了 关于反魔法组织的事件终于顺利结束 明天就可以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了 他应该是最恶惨的龙奥天 本来应该是魔法世家 四叶家族里最尊贵的大少爷 虽然有着逆天的能力 但却生来没有魔力 所以被判定为废柴 在一个魔法为尊的世界里 特别是世家大族 没有魔力的人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所以他的妈妈和阿姨 对他进行了改造手术 但是他的身体里生来就带有两种能力 一种是分解 一种是重组 这些能力严格讲并不属于魔法 是不被认可的能力 强行进行改造的后果 就是让他的情感出现了缺陷 他失去了所有的情绪波动 唯一留下的就是对妹妹撕拨伸血的感情 改造后的撕拨达也依然不受重视 被命令保护四叶家的继承人撕拨伸血 而伸血的母亲一直告诉他 达也是个废柴 把他当庸人使用就好 伸血很不擅长应付这个哥哥 常常不给他好脸色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还没有他强 怎么保护他 走在路上的伸血 撞到了一群人高马大的男人 哥哥赶忙上前护住了他 看着眼前两个瘦弱的小孩 男人们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谁知达也淡定地说道 不想受伤的话就赶快离开 这话对面的几个大块头怎么忍了 一击中拳下去没想到却被轻松挡住 大块头还要出手 达也也并不示弱 一招隔山打牛直接垂成内伤 达也淡定地牵起妹妹的手带他回家 这是伸血第一次看到打杂的哥哥出手打人 原来他是这么强的人吗 可恶竟然被摔到了 哥哥是满分妹控 妹妹是满分胸控 兄妹互动更是让人直呼上头 可在几年前他们的关系可不是这样的 妈妈和妹妹坐在豪华的头等舱 而达也只能做硬做 还要被当作庸人使唤 兄妹俩一起来参加宴会 妹妹被热情款待 而哥哥只能作为护卫站在门口等候 但是当表弟和表妹知道达也哥哥来了之后 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看样子相当崇拜达也哥哥 而达也也是很亲近两个表情 还温柔地微笑着 这一幕被深雪看到非常的吃醋 明明都没有对我这么效果 虽然自己不喜欢哥哥 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抢走 第二天一家人出去游玩 深雪要帮妈妈拍照 不得不说妈妈确实是有气质又漂亮 轮到深雪和达也一起拍照 突然游艇一阵疯狂走位 妹妹扑倒在了哥哥的怀里 原来是有敌人来袭 一个巨大的鱼雷正在飞速靠近 深雪赶忙拿出CAD就要使用魔法 转头却看到达也两手空空 这人怎么回事 再怎么废柴也不能坐以待平 鱼雷马上就要击中船体 只见达也淡定蓄力 一只手施展能力 就让两颗鱼雷顺便瓦解成零件熄火沉底 深雪惊素地看着高冷的哥哥 明明没有CAD他是怎么使用魔法的 这个哥哥实在太神秘了 拥有这么强的实力 为什么妈妈一直叫他废柴呢 晚上兄妹俩受邀来到军队参观 看到妹妹有些困绝 哥哥直接亲自上场对打 面对比他高一头撞一倍的士兵 也是游刃有余一拳打倒 接下来是全场最强的士兵 竟然直接使用魔法攻击 达也迅速拉开距离 下一波攻击之前一招数是解体 直接让魔法无效 又是完美获射 惊捉了众人 因为岛上有敌人来袭 一家人被接到了避难所避难 夫人让达也出去打探下情况 夫人在和达也对事中施展能力 暂时解除了达也的人体限制 让他自由施展能力 没想到在达也出去打探的期间 有叛徒进入了避难所 因为深血直接发动魔法 制服了其中一人 被惹怒的叛徒 直接暴怒下拿枪扫射三人 达也终于赶来直接将几人秒杀 看到倒在血泼的妹妹达也陷入恐慌 因为妹妹是她唯一的情感 达也当即使用了她生来就带有的逆天能力 复活 死去的妹妹看到天空中有一束光 光中传来哥哥的呼唤 深血还是倒了下去 天空中出现代码组成的光带 直接将妹妹的伤口复合 再次醒来的妹妹被哥哥抱在怀里 伤害谁都可以 但是伤害自己的妹妹 是达也绝对不允许的 穿上战斗服的达也化身敌人的提梦 因为拥有分解能力 可以将敌人瞬间消灭 又因为拥有重组能力 可以将队友瞬间复活 这仗打的也是让对方直呼犯规 最后使出终极绝招质量爆散 手指轻轻一挥将对方直接全部歼灭 她是这所高等魔法学院的劣等生 却有一个隐藏的马甲 那就是天才魔工技师希尔福 一年之内就让特化型CED的软件技术 进步十年的天才技师 小子就是这位天才技师的超级迷妹 对于她创造的魔道具更是爱不释手 而此时她还并不知道 本人现在就站在她的身边 一年一度的魔法竞技类对抗赛 九孝战就要开始 负责相关事务的学生会长 却是愁眉苦脸 因为到现在还是 缺少负责调教CED的魔工技师 达也看了看就要离开 此时小子却提议不如让斯波学弟来担任 因为听说深血的CAD一直都是 达也在负责调教 学生会长一听 这不是灯下黑吗 竟然把达也忘了 而斯波达也却以自己 是个猎等生的身份拒绝了 因为CED的调教需要 魔工师和魔法师有互相信爱的关系 她一个一年级的猎等生负责 没有人会服气的 妹妹都发话了 哥哥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为了让达也的身份受到认同 会长把大家召集起来 让达也当场演示CED的调教 题目内容是将童元学长的CED设定 复制到竞赛用的CED 并且保证安全的可随时使用的状态 在童元学长的配合下 达也快速地整理着数据 只见无数的代码飞速地运行 达也竟然使用键盘手动调教 要知道在2095年的魔法时代 键盘早已过时 很多人并不理解达也的操作 调教完成 童元学长尝试启动魔法后 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但还是有些人瞧不起达也故意找见 这时之前被达也打败的副会长福部 站出来替达也说话 并承认了他的实力 在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 斯波达也被确定参加九校战 并担任调教技师 斯波达也是世界知名的CED公司 四业科技的大少爷 起初应被视为高层干部的儿子走后门 而受到不友善的对待和视线 但因其天才的能力和表现 让开发人员都彻底的折服而献上忠诚 达也带来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常驻行重力控制魔法 是可以改写现代魔法历史的重大发明 一下子让开发主任激动起来 动用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进行魔法测试 事实证明这项研究不仅可以实现 还非常完美 开发人员们一片沸腾 准备回家的达也和深雪 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父亲斯波龙郎 身后的管家热情地跟深雪打招呼 却完全忽视一旁的达也 深雪提醒管家他的哥哥也在 但是管家却直接修后达也只是个护卫 不配让他打招呼 并且嘲笑他是个没有新的冒牌魔法师 这话刺激了深雪就要施展魔法 却被达也拦住 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父亲 却在达也反击的时候出来制止 不愿继续地达也 带着深雪一起离开了 九校战开始前夜 九个魔法高校的精英学员汇聚一堂 达也作为破例佳人的一年吉列等生 并不能容久 而优秀又漂亮的妹妹 却是全场的焦点人物 三高的江辉也注意到了深雪 还被队友调侃居然会对女孩感兴趣 这时主持人出现 邀请实施族的长老上台演讲 突然灯光熄灭 一个美女出现在台上 身后缓缓出现见了一个白发老头 打野立即发现了不对劲 这是覆盖全场的精神干扰魔法 长老也发现了打野并微笑失忆 灯光打开大厅的学生们 才发现真正的长老 长老说自己刚刚做了个小游戏 而能够识破游戏的人全场只有五个 并提醒被游戏迷惑双眼的学生们 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魔法力 长老的一番演讲 受到了学生们一致的掌声 并且宣告九校战即将开始 作为劣等生被破格加入九校战的四波打野 没想到却成为了赤手可热的香馋剂 所有的女生都希望 让打野来调教他们的CED 没有得到名额的双马尾妹子 连说话都是酸溜溜的 一本正经解释的打野也是直男属性暴露无疑 就连学生会长七草真有美 也是点名想让打野负责他的CED工程 赛前热身也是不忘先来一波小互动 面无表情的打野让火之呼怒头 戴萌妹子更是直言 我很欣赏你来我家工作吧 却被打野当场拒绝 我可是有妹妹的人 凡是被打野调教过的CED都异常的顺手 毫无违和敢不说连实力也是大大增幅 不管是精速射击 所有的比赛像自斗 取得了第一至第三名的成绩 创下了其担当选手 除了彼此互输给对方外 实际上无败计的恐怖记录 因而让其他学校技术人员和选手 视为超出高中生水平的怪物 令人可恨的超级工程师 此次九校战与第一高中比分胶着的 就是第三高中 三高的参赛队员 也是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因为目前的战绩出乎他们的预料 他们发现除了选手的实力之外 似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那就是一个之前 从没听说过的技术工程师 第三高中的一条江辉和真红狼找到了打野 因为他们非常好奇 这个怪物工程师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个是生来自带无敌技能 智力超群的战略及魔法师 大黑龙也特为 一个是13岁就参加实战 以爆裂月魔法埋葬许多敌人的染血王子 一个是因发现始源代码 而被称为始源乔治的天才魔法师 当他们三人对战会是怎样的场面 九校战已经进人比拼的高潮阶段 但在密碑解码项目中 第一高中的参赛选手却出现意外情况 三人负伤无法继续参加比赛 本来弃拳也可以拿到第二名的成绩 但是学生会长 想要今年的比赛获得优胜 考虑对方有实力强劲的队员 一条江辉和真红狼 学生会决定 破例让劣等生的斯波达野替补参赛 经过相处 大家都非常相信斯波达野的能力 第二天 达野带领甘比谷和雷欧对战第八高中 江辉和真红狼在远处观战 这是了解斯波达野实力的好机会 比赛开始 达野以高超的实战技巧 巧妙地利用场地结构 快速突破对方防守 尽管对方也是迅速做出反击 但是达野直接预判反守就是一招 术士解体 随意的一招却让观战的众人大胆吃惊 术士解体号称最强的无系统对抗魔法 几乎没有人会使用 达野成功打开了敌方的密碑 却暂时无法在敌方的干扰下 输人512个密码 同时雷欧正在守护我方密碑 发现敌方接近后一个分离远至直接锤倒 这还没完 武器归位后手起刀落 又是一击直接捶晕 干鼻鼓使用鼓式魔法将敌方困在方寸之间 达野绕到敌方身后 一招共鸣让对方失去战斗力 胜负一分 女生们都非常激动 但是这场比赛 却是让三高的两人总结出 达野虽然战斗技能强悍 但是魔法技能不足 如果在草原场地就有信心战胜他了 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双方接连获胜 最终将会在决胜战相遇 而三高为了对抗达野 从始至终只有一条江辉出来用实力碾压对方 其余队员实力却是无从得知 但是达野早已在以往的比赛项目中 猜测到对方的大概技能 最终的决胜战即将开始 新人战密碑解码决赛战万众瞩目 第一高中的三明烈等生 对战第三高中的三明优等生 不仅是在场的观众关心 另外一群企图操控比赛的权贵 也是非常在意比赛的走向 就连十师族的长老都亲自前来观战 因为他对台下比赛的一位年轻人 非常感兴趣 比赛开始 斯波打野正面对抗一条江辉 在毫无遮蔽物的草原站台上 明显会让擅长炮击的一条 更加容易施展能力 在隐藏实力与技能的状态下 仍是让真红狼略感吃惊 看到真红狼已经出动 打野的速度也开始提升 对自己实力有绝对自信的一条 有条不稳地施展着攻击魔法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开始出现有没来得及破解的魔法 攻击到打野 不得已的打野使出精灵之眼 能够让他快速地获取敌方 下一步的攻击方向提前做出应对 但这也让观众席的军队朋友们捏了一把汗 因为这极有可能被正在观看赛事的 实施组长老发现 打野其实是四叶家族里的人 真红狼主动攻击雷欧 没想到雷欧竟将披风变成防护盾 因为真红狼的绝招 无形子弹必须以视线瞄准目标 附有魔法阵的披风 就是专门克制他的绝招 面对雷欧和干鼻鼓的联合攻击 真红狼明显落于下风 就要死心承受攻击时被一条救下 重拾信心的真红狼使用重力魔法 将干鼻鼓困住 看着脱离危险的队友 一条露出满意的笑容 但下一秒就智力破碎 因为他看到打野正在飞速起来 情况紧急下他下意识地使出全力攻击 等到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如此威力的攻击一定会杀死对方的 千军一发之际打野快速应对攻击 但是魔法阵实在太过密集 根本来不及在施展前全部击破 还没反应过来的一条就被打野近身 一个想指释放超强的能量波 连远在观众席的人都被声音震得耳鸣 更不要说近在咫尺的一条江灰了 直接被震得晕倒过去 看到明明已经身受重伤的打野重返战场 学生会长也已经无法保持冷静 在观众席的军队朋友也是表示 不管看到多少次都会被震惊到 真想把他抓回去当小自属 却遭到女生的呵斥 因为四波打野是国家仅有的两人 全世界不到50的珍贵战力 看到一条战败 铅鼻鼓趁机将真红狼打败 比赛结束第一高中获得了优胜 一高的学生们都非常的高兴 看着获胜的兄长大人 深血也是喜极而泣 世界上最不能招惹的人是谁 那就是龙奥天的妹妹 妹控的原则就是 伤害妹妹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 进入九孝战以来 在比赛中 第一高中的选手接连出现意外情况 原本就要获得冲浪竞速分冠军的杜边学姐 却在获胜的紧要关头遇到突发情况 两人冲出比赛场地受伤严重 经过打野他们的调查显示 应该是有第三方介入 而在九孝战严密的安保措施下 几乎不可能进行魔法干扰 剩下的可能就是有人对CED设备动了手脚 但是目前无法确认和找到凶手 唯一确定的是 九孝战的上空笼罩着巨大的阴谋 在密杯解码比赛中 第一高中的选手再次出现意外 三人重伤无法参加比赛 幸好有丝波打野替补上场获得优胜 在幻境摘星中更是出现CED失灵 导致选手坠落受伤 可能造成心理阴影 再也无法使用魔法的情况 就要到丝波伸血上场比赛 打野不放心 拿了妹妹的CED去进行设备检查 在工作人员写入代码时使用月精灵之眼 近看到工作人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将病毒浑了伸血的CED之中 竟然对妹妹的随身物品动手 哥哥如何能忍 愤怒占据了理智 不管在场吓坏的众人就要杀了他 这时 实施族的九岛长老出现制止了打野 长老将人带走接手了后续的调查工作 并表示有机会想要跟打野好好聊聊 看到优秀的妹妹能够在比赛中大放光彩 打野这才露出了微笑 得知第一高中再次占据地 并且极有可能获得优胜 群打赌第一高中无法在本届蝉联的权贵 决定不择手段 他们打算释放一个强化人17号 去大闹赛场随机杀掉100名观众 从而迫使大赛终止 没想到在强化人进场前 遇到了打野的军队朋友 直接将强化人扔出场外 无费吹灰之力就将强化人一招制服 终于到了幻境摘星的决赛站 深血使用哥哥亲自研发的飞行装置 在比赛中大放异彩 最终以99分的成绩获得冠军 为妹妹高兴的同时 打野也要出发为妹妹和一高的选手抱忧 在军队朋友的帮助下 打野找到了敌人的据点 在据点的对面大楼最佳的设计地点 使用分解能力将敌人一个个消灭 作为兵器而制造的打野唯一留下的感情 那就是对妹妹的感情 让人经负其实力的同时又有些同情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个成熟稳重武力超群的女人 内在竟然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双马尾小萝莉 但你更想不到她还是世界上不到50名的战略及魔法师之一 世界最强魔法师部队STAR的总队长 她来这里的目的是接近调查男主斯波打野的能力 因为在横兵之乱中 斯波打野使用质量爆散消灭了整个都市和舰队 从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每一个战略及魔法师的出现都可能会影响世界的形势 所以米国派出了天狼星少校安吉利娜前来调查 虽然利娜武力很强 但是谍报能力完全不行 第一次跟踪接触斯波打野就被对方一眼看穿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尴尬地走向打野 却只是对视了一眼淡定的离开 第一次接触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 回到住所被下属看到一身相当夸张的穿着 就知道为什么会被发现了 所以被下属禁止外出 恶补本地文化 为了掩人耳目利娜是作为一年级交换生来到魔法课高校 与申雪是同班同学 尽管伪造的身份非常完美 却还是早已被打野看穿其身份和目的 在魔法演习课程上与申雪进行魔法比拼 因为两人不相上下 被大家公认为拥有着可以与丝波深雪相媲美的能力和美貌 在学校中也是不忘记自己的使命 一有机会就试探打野的实力 辰雅 为什么热等生的振力也不在乎 振力也不在乎 最近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条新闻 东京内夜晚接连发生吸血鬼事件 被害人身体上没有任何伤口 但是却失去了一成的血液 作为交换生去往米国的呆萌妹子知道后非常惊讶 因为米国之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 夜晚 丽娜接到总部通知说是发现上个月逃亡者的行踪 现在就潜伏在东京内部 总部下达指令 以追捕逃亡者为最优先 关于新的战略及魔法师的调查变更为二 魔法师部队正在东京内全力追捕叛逃者 两名星辰级队员快速前往叛逃者的锁定位置 而就在刚刚又有一名女性被害 面对军队的追兵神秘的吸血鬼也完全不为所动 后方的队员使用演算干扰阻止吸血鬼使用魔法 但是举起双手的吸血鬼却自信地说道 只凭你们是无法打倒我的 前方队员开枪攻击却是后方队员受到伤害 这是怎么回事 演算干扰器竟然不起作用 面对吸血鬼的挑衅 两名队员轮番攻击却完全伤害不到对方 只见吸血鬼好像失去了兴趣就要拿出武器刺向一人 却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层防护罩 如此强力的魔法一定是天狼星丽娜俩 之前还自信满满的吸血鬼 遇到与自己不是一个等级的丽娜侯 也不得不声东击西暂时逃走了 而此时雷欧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她发现附近有奇怪的响子波动 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名受害的女性 这时出现吸血鬼二号就要攻击雷欧 二号以奇特的走位接近 被雷欧硬化的肉体挡住攻击后一拳击飞 雷欧召唤出装甲覆盖全身 本来面对对手的攻击游刃有名 但是却意外地被对方吸走了力量 饶食雷欧超强的体力也瞬间软倒在地 在对方痛下杀手时使出最后一击 但是也只是让对方倒下一瞬 幸好这时丽娜赶来追击二号 意外的是尽管丽娜全力追击仍是让对方逃脱了 第二天 打野他们来看望雷欧询问昨晚的事情 听到雷欧的讲述 作为古式魔法名门的甘鼻 觉得所谓的吸血鬼很像是超自然寄生物 妖魔 恶灵 恶魔 每个国家对此的称呼不同 他们寄生在人体内 将人改造成非人之物的魔物 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斯波打野的好奇 也受到七草家族和士文家族的关注 因为犯人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魔法师 这个男人好强竟然能拜光头为师 每天早上都要和体树天花板的师父对打 今天眯眯眼的光头师父使出了一个新招数 禅一圣景 男主意识不被被师父撂倒在地 但是这只是男主无数马甲的其中一件 而且他也已经看穿了这个招数 连光头师父都直呼男主这种 只要看到就能解读术式的特异能力 实在是对敌人的一种恐怖威胁 夜晚 千叶和甘鼻鼓在东京内找寻打伤雷欧的吸血鬼 而身为魔法师部队的总队长 丽娜正在执行追捕叛逃者的任务 两名新陈级队员成功拦截叛逃者 丽娜的刀刃剑武直逼对方 吸血鬼想要改变敌手的术士 却发现等级相差太大根本无法干预 面对丽娜的攻击 吸血鬼完全没有还手的力量 被一击毙命 丽娜又赶忙去追捕另一名吸血鬼 正在寻找吸血鬼的千叶和甘鼻鼓 发现正在追击的两方 当即亮出武器就要加入战斗 千叶负责对付伪装的丽娜 甘鼻鼓负责正要逃走的吸血鬼 对方居然有一流的身手和超一流的魔法技术 甘鼻鼓身为鼓式魔法名门之后 面对超自然寄生物的吸血鬼专业正好对抗 他使用绿帽子和魔法棍攻击 被对方的防御屏障阻挡 当即选择雷童子直接攻击其内骨 但是也只是造成了很小的伤害 所有的力量都被吸血鬼吸收后 经释放戏魔法反弹给他 吸血鬼就要用积蓄的雷击攻击甘鼻鼓 千钧一发之际魔法净凭空消失 原来是丝波打野赶来了 丽娜就要攻击打野 被一枪将数式分解 这让丽娜非常震惊 不断地启动攻击魔法 都被打野一枪枪全部分解 吸血鬼趁机逃走 丽娜见状朝着地面连开几枪展开转移魔法 这下轮到打野吃惊了 因为他那双可以看透一切的眼睛 竟然看不穿丽娜的伪装 只有色彩和轮廓完全没有内部情报 打野基本可以断定丽娜使用的是 九岛家族的秘书装扮行列